今年南台湾的登革热疫情拉紧爆 确诊的病例累积破万比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 就要带领认识埃及斑纹跟白线斑纹 这两种传播媒介斑纹的习性 其中埃及斑纹的部分 他一次会定4到5个人 而他的寿命至少是有1个月 专家表示说这也代表他一生当中 至少是可以传播病毒给20个人 在扮演病媒纹的角色上 比起白线斑纹来得更加严重 除此之外 其实他们的卵也比我们想象中 来得顽藏要带您一起了解 台湾登革热疫情自6月中旬爆发以来 病例数持续攀升 其中台南更是重灾区 主要是因为今年夏季屡创新高温 再加上台风接连来 带来丰沛的雨水 造成环境积水容易滋生蚊虫 同时疫情解封边境开放的关系 才导致登革热失控蔓延 在台湾主要传播登革热病毒 是埃及斑纹白线斑纹 几乎都在南台湾爆发的原因 与他们的吸血习性有关 白线斑纹喜欢室外 特别是有绿色植物偏潮湿阴暗的地方 第一次吸到带有病毒的血液 再盯第二人传染后就会生命结束 但是埃及斑纹就不一样 他喜爱室内环境 很容易受到惊吓就停止吸血 转而寻找下一个对象 埃及斑纹他的城中寿命 大概至少有31天 所以如果他第一次盯了一个病人 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他还有将近三个礼拜 四个礼拜可以盯人 每个礼拜盯一次 一次要盯四到六个人 也就是说在他的一生 至少可以传20个人 所以相对来讲 埃及斑纹扮演的这个病媒的角色 更严重 怎么有效清除这些病媒纹的生长 得先了解蚊子的习性 才能对症下药 我们来到台大工卫学院 虫媒传染病实验室 透过显微镜来看未孵化的幼虫卵 原来这些黑黑的小点 就是蚊子的卵 它们的卵能耐旱半年 但只要一有水就能马上孵化 生命力非常强大 登革各的病媒纹 百线斑纹埃及斑纹 会将这个卵 产在这个容器的边壁 所以你们会看到 这个容器的边壁 这一颗一颗的 这个都是蚊子的蛋 那蚊子的蛋干燥的时候 它会停止发育 那一旦碰到水之后 大概20分钟30分钟 它就会孵出结绝 为了扼杀结绝长大的机会 民众一定要彻底落实 寻稻清刷四步骤 但要注意这些积水 刷洗过的水 千万不能再倒回洗手槽或水沟里 而是要倒到土壤里面 或者是网友太阳晒的博游路道 这样才能真正清除重软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民众一定要动起来 只有一个人做是登格尔是做不来的 一定要社区动员大家一起做 不管是里长 林长 志工 或者是一些团体 那民众一定要一起来做 才有办法把登格尔防治做到最好 全员总动员想要把蚊子消灭殆尽 可以趁结绝还没来得及长大 就先靠生物防治方式灭了它们 像是可以养孔雀鱼大肚鱼来吃结绝 又或者撒微生物制剂 苏力菌以色列变种 让结绝绿食进食 就会让它们虫体严重受创 最终饥饿死亡 两者都是很好的生物防治方式 它是一种细菌 然后蚊子的幼虫吃了之后 这个苏力感菌会产生一个结晶的晶体 会把蚊虫的肠道割破 那蚊虫就会死掉 同时我们还可以靠建水藻来防治 这种生物专吃结绝 一晚甚至就可以吃上40只 它在淡水的环境里面 族群非常的高 那你只要有淡水的河流 淡水的池子 你去捞都会捞得到这种小的建水藻 那它的特色就是 它可以把刚孵出来的蚊子的幼虫 特别是斑蚊 1020 大概很快就可以把它吃掉 虽然登革热防治的方式有很多种 但万一感染到 民众绝不能轻忽 尤其目前台湾主要 以感染第一型登革热病毒为主 会出现发烧 头痛 出疹等症状 通常只要多喝水 多休息 就会自动痊愈 但幼童 年长者 慢性病患者 则属于高风险族群 一旦感染容易并发重症 甚至死亡 一定要特别小心 比如说有没有突然发生 急性的呕吐 或是持续的呕吐 或是腹痛 或是说意识有一些改变 或是说有一些年末初血 或是有一些血变 还是要尽速的来就医 来避免登革热的一个重症 或是避免登革热的一个死亡 南台湾的登革热疫情尚未趋缓 中央与地方政府通力合作 重灾区台南也成立前进应变工作队 一同积极对抗登革热疫情 专家也提醒化学喷药是最后手段 事前防治才是最上策 民众除了配合清除滋生员外 平常外出也可以穿着浅色衣服 擦防蚊液来防蚊 减少受蚊子叮咬的机会